今天就是10月4日 大家知不知道是甚麼日子呢? 給點時間你想想 Hello Hello 我是家綺 歡迎收看今期流行 今天10月4日其實就是肉桂卷日 所以今天我也特地來一間肉桂卷專門店 來學做肉桂卷 馬上請我的師傅出來 歡迎 Hello 大家好 我是Ivan 其實肉桂卷是哪個國家的食物? 就是由歐洲的瑞典傳進來的 每一個國家都會有不同的風格 在美國在80年代就開始研發 一個最好吃的肉桂卷配方 我們今天就試做美國配方的肉桂卷 Ivan 我見到你已經準備了一些材料 可不可以給我介紹一下? 沒有鹽毛油 最重要的材料是肉桂黃糖 麵粉加上蝦霧 我們再拆成一個麵條 時間關係我們已經有麵團了 這個麵團其實我們經過4小時的發酵 就看到現在這個尺寸了 我們現在要把它壓成一個麵皮 我們現在嘗試把它壓扁 真的用手壓扁嗎? 有的 哈哈哈哈 一開始了 好嗎? 我們有這個棍子 給你麵團 給你滾它 你試一下吧 有沒有說怎麼滾的? 有嗎?向前推 是不是有點困難呢? 為什麼我會叫你用手壓扁呢? 因為剛才整個麵團的時候 你壓下去就會比較難按 所以我們會輕輕把它壓扁 我自己就會由左至右慢慢壓下去 一下一下 有點像做那些心外壓的感覺 剛才你滾麵團的時候 我們都有一個技巧的 我們從中間開始慢慢前後前後滾 對呀 它立即大了 對呀 然後你看到左右也開始吞了麵團出去 就開始在這裡再滾上去 從下面一樣再滾下去 是不是很累? 這樣交給我吧 我滾了幾下 我已經覺得錯了 可能用錯力吧 還是我覺得做一做就行了 這些是最基本的工作 對呀 因為你比較尷尬 對 他們就幫我弄平它 我負責捲 OK 所以我現在還尷尬過來 你弄平給我 再給我捲 沒錯 好 我們滾好了 完成了 然後我們現在 換了個小輪 我有小輪就方便 頭尾的位置 弄薄邊去 要這樣? 是 可以嗎? OK OK 現在我們就用剛才所介紹的牛油 整個鋪上去 整個鋪上去 為什麼不是那個畫風 剛剛你塗是很… 輕鬆 糟了 高雜播完大家會不會覺得我很廢 不會的 放心 我就用邊邊去塗 即是這樣? 對 用邊位去刮 好了 OK 細止不了你 對 我們在前面這裡 我們會留一點點 等一下會用來黏著麵團 主角 剛才我們介紹的肉桂黃糖 對 倒下去 然後我們很簡單 你也可以做一刀 是 把它擦光 是很簡單 即是直接鋪開 對 把它掃光整個麵團 都是那一句 下面那一道不會塗 嚇死人了 旁邊這些我們就可以塗上來了 所以我先說 不要緊的 就算你掉了出去 也不要緊的 我們一邊掃 它就會一邊有一定的厚度在這裡 我們首先會把這個 輕輕按扁 我們是有一定的厚度在這裡 按扁 然後再接 一次過捲這麼大塊 對 一次過捲完 就可以做到12塊肉桂圈出來 現在可以開始 再來一個動作 再多摺一下 摺的時候 就拔一拔起來 再輕輕摺一摺 它會鬆開 所以我們通常會頂住 所以就是你說 為什麼這裡不可以 對 沒錯 因為它有些粉 有些牛油的 它有機會就會掉出來 哦 看起來也挺簡單 很簡單 對 看起來 看起來 然後我們現在就捲到這裡 捲 一拿起 捲下去 一拿起 再拿起 捲下去 對 對 你先幫我看 所以成功了 成功了一半 為什麼 你看看那邊和那邊有分別 沒有 有分別嗎 這裡 你看到這裡是扁的形狀 在圓形的形狀 是嗎 看不到 好 我現在幫你收一收 這裡就明白了 因為我沒有拔出來那一刻 是不是 拔出來那一刻 是影響我們的圈數 厚薄 其實最重要就是 我們在這裡固著它 一拿起 捲下來的時候 固一固去 確保是一個圓形 固著 再下 那就真的是捲一個圓 剛才你的狀況就是 我們要這樣 固著 然後這樣 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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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固著 是不是圓了 OK了 到最後這裡 這裡會有一點點緩彈 我們不輸它那麼厚的時候 我們會再滾它 讓它扁一點點 然後再 固著 幫我固著 那邊 對 OK 可以 這樣就捲完了嗎 捲完了 捲完了 做好了 人生中第一條肉桂捲 這樣就完成了 現在就把它分切到 我們所需要的厚度 這把刀 在這裡 嚇到我剛剛握很近的手 沒機會 你切 我以為有什麼事發生了 好 我們切下去 就是 去了 剛才那個頭尾不要的 對 你想不想試一下 可以 這樣切了這裡 你也是一樣這麼近 拍出來 現在 好小炸刀 OK 完成 去到這裡 我們會用一點點力 把它滾下來 然後把它放過來 在這裡 用一個器具 這樣 如果你自己在家製作的話 沒有這些器具 都沒有所謂 你喜歡這樣放下去 就放下去 我們之所以有這個器具 就是確保我們的標準 保持我們每一塊都差不多大尺寸 乖乖乖乖乖 就是 我們要確保有一定的圈數 才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現在就要等它發酵一個小時 對 沒錯 它已經發酵完成了 好了我們進爐了 那要等多久 大概呢 我們大概等15分鐘 就敲骨結束了 好耶 很害怕 好耶 驚險一下Ju出爐了 出爐的話 是不是可以吃的 不是 就這樣吃都可以 不過是不好吃的 你會吃到好像 就吃麵包 而我們 我們最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們有個秘製的 忌廉糖霜醬 看來就是它 沒錯 現在就要每一個上尾的茶 你只需要把它喝上去 哦 這樣塗 整個卷 塗上去就可以了 用你的方法 在這裡再塗一次 真的史上最廢 我連塗都好像塗得不太好 不要緊 已經很好 你有天分 真的嗎 對你有天分 好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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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這麼辛苦 當然要試吃了 對不起 切的時候有點障礙 證明它真的很煙 很嫩 好吃嗎 可能因為我自己做 但是 對我來說 本來我是喝奶茶都不下糖的人 所以它對我來說是 少少甜的 連咖啡一起吃 會好一點 雖然真的很好吃 但是做的過程對我來說 實在太辛苦了 所以我下次也會來買現成的吃 大家記得追蹤我的IG 還有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